字幕提供 千万不要以为张爸爸 是什么街头艺人 要来表演玩气球 才不是呢 我要来跟大家介绍 排湾族的魔法琉璃珠 现在我身边的每个气球 就像是放大的琉璃珠一样 每个都有它背后的故事 像这个黄珠所代表的 就是可以赶走吃人的妖怪 像这个眼睛蜘蛛 代表它有守护主人的能量 那接下来这个最特别 这个叫做太阳的眼泪 它的背后有个故事 他讲的是在很久以前 太阳本来是在很低的地方 把地面的小米全部都给烤干了 那时候有个勇敢的妈妈 她希望她的小朋友不要挨饿 所以她想出来一个好方法 就是用那个蒸小米的烟 去熏太阳的眼睛 结果太阳流下的眼泪 就回到天上去了 所以小朋友 有没有发现 每个琉璃珠的背后 都有一个很棒的故事 而且代表了祖先的智慧和祝福 但是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台东县 金峰乡的嘉兰村 在这个村子里面 有一个充满了魔法和爱的 琉璃珠石板屋 而且小朋友 他们也是用爱 来守护村子里面的孩子们长大的 那现在我们赶快去看看这个石板屋的故事吧 проблема A ~! 3 5 几一 一 到 一 数 在 我 在台東縣金峰鄉的嘉蘭村裡 有一棟神奇的魔法石板屋 石板屋裡面 有很多神奇的琉璃珠 嘉蘭村的孩子們 都喜歡到石板屋裡面 來玩耍 做功課 不過石板屋 到底有什麼神奇的魔力呢 傳說中啊 在很久很久以前 太陽的位置啊 很低很低 很靠近地面 陽光很熱很熱 熱到把地面的小米都快要烤乾了 有個媽媽為了保護孩子們不要挨餓 就用蒸小米的煙去熏太陽的眼睛 太陽一邊流眼淚 很捨不得告別了地上的人們 因此啊 變成了一顆顆美麗的琉璃珠 太陽的眼淚 太陽的眼淚喔 正代表了思念和不捨的感情 很多啊 在石板屋陪伴之下 長大的孩子們 到了放假的時候喔 都喜歡啊 回到石板屋走一走 大朋友 大朋友 哈利路亚 手牵着手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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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牵着手 哈利路亚 大朋友和小朋友 一起欢唱 聊天 就像欢庆相聚的祭典一样 哈利路亚 手牵着手 手牵着手 来 上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手牵着手 我们把那个故事画出来 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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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人 遇到一条神仙 神仙 正在说故事的是欧老师 很多年前 他开始带着嘉兰村的孩子们 在屋檐底下 读书 画画 不过啊 在那个时候 他们还没有石板屋 可以遮风避雨 两年前的莫拉克台风 带来的好大雨 雨啊 雨啊 来得又急又快 大雨啊 爆发了洪水 怕嘉兰村啊 很多房子都冲走了 洪水过后啊 村人啊 开始重建了工作 于是啊 就在众人的努力之下 河莉亚完成了这栋魔法石板屋 河莉亚的房子 他的第一个愿望也是房子哦 细续长长的房子 但是门很小 依照河莉的身材 整个字进不去 就搞住了 只要石板屋的门一开 哼哼 就有小朋友啊 会进来画画 读书啊 玩耍 因为每一次下课的感觉就是 啊 舍不得回家 舍不得回家 可是我都要赶他们回家 教他 这一题 不剪刀 我会了 都没有写 你就会了 这个不会 另外一个呢 来 对啊 我帮你 在这里啊 灾难的数学啊 都变成了像游戏一般的有趣 你觉得是12 好 你觉得呢 其实我比较在意的是理解 而不是做完功课这件事情 那 当他们懂的时候 我一个叫一个 一个叫一个 或者是两个人一起解题 就不会很辛苦 我就不会很辛苦说 我要照顾那么多人 一年级到国中生这样 好 你先吃嘛 12个 好 12个哈 这一个边跟这一个边 这一个边 海洋我海洋 韦彤和韦恩 今年啊 分别就读高一和高二 现在啊 都离开了嘉兰村 在外地念书 他们啊 都曾经经历过啊 在屋檐底下念书的时光 而且他们还记得哦 在没有石板屋之前啊 每当下起雨来 他们啊 就得要撑起大伞 躲在伞下 继续做功课 可是大家印象深刻的是 淋雨的时候 我们就一个洋场 然后四个桌子这样 然后 对 差不多 然后可是外面就是会飘雨这样 啊 我们还是继续写功课 虽然下雨还是继续写功课 把功课写完这样 下雨天淋雨 小朋友是最快乐的一件事情 可是他们感冒 是我最口痛的一件事情 这个你带考试了呢 欧文 欧文 你带考试了呢 我都啊 你怎么够了呢 够了 够了 八六 八六 四七 他们喜欢啊 回到石板屋 和其他小朋友聚在一起 从各地回来的游子 利用难得的时间啊 相聚在一起 就很难忘啊 就 居然可以这样 寄居小朋友 一起 一起学习 一起写功课这样 就不会叫 就不会像那个什么 当亲家的小朋友 就会自己在家里放弃的 我觉得那倒是一个 我们就有这种客服就有 所以我们感觉很不错 大手牵小手 一起来客服 风灾过后啊 嘉兰村啊 多了几个客服的教室 但是哦 石板屋啊 仍然是他们最喜欢的乐园 只要有需要 就欢迎你来 很多大家都注意到说 曾经走廊下的那些小朋友 原来那么辛苦都没有教室 可是现在是很多间教室 让小朋友去选择 所以表示部落已经参与了 这件事情 然后也开始关心 小朋友的客服这样子 其实这是我们很开心看到的 那石板屋还是一直有 是为了需要的人而在这样 你想要躲进来也好 你想要在里面哭也好 或者是哪怕你失恋了 来跟我们分享 我们都愿意 所以这个石板屋真的是 我们是想进来的人 需要的人 我们是给他开放一个空间 因为陪伴啊 是支持这些孩子 长大的力量 小朋友你们知道吗 其实石头也有分男生跟女生 像母的石板 久了之后 它其实比较容易风化 那像公的石板 它就比较黑 比较厚实 当然也比较重一点点 所以常常拿来 盖房子的屋顶 或者是床铺 像刚刚我们在影片里面 看到的魔法石板屋 那个厉害的 就是当地的小朋友们 跟他们的VuVu 也就是祖父祖母 一起去建造出来的 是不是很神奇 现在让张爸爸 赶快带你们去看看 嘉兰村的小朋友们 他们是怎么样 来学习打石板 盖房子哦 这一天一大早 一群小朋友 来到工地 找VuVu报到 他们准备开始学习 如何打石板 今年啊 新的石板屋 开始动工了 即将啊 作为部落聚会时的 重要场所 VuVu啊 很高兴哦 有机会 能够啊 将这个重要的记忆 传承下去 对这些孩子来说 学习打石板啊 是一件啊 很新奇 而且很有趣的事耶 以前VuVu小的时候哦 也是这样 跟着长辈学习的呢 如果你们不会用的时候 你们不能结婚 那个女孩子不会喜欢你教 所以要好好来练习啊 再来换一个 换一个 换一个 那个金子 不是 再换一个金子 传统上啊 排湾族的男孩子 从小啊 就要学习啊 如何盖石板屋 学习自己 盖房子啊 是能够独立生活的重要象征 才能够结婚哦 敲石板的时候啊 需要啊 先观察石板的纹路 然后沿着纹路啊 把大石头 敲成 一片一片的石板 打石板啊 靠的啊 可不是蛮力哦 用对方法啊 才能撬出 一片一片的石板 这一片一片的石板 哥哥 你再教我打石头 以前没有想过 可以打那么大石头 可以 你开心吗 嗯 吃饭 哇 哈哈哈哈 不好 对部落的年轻人来说啊 石板屋啊 可是非常珍贵的 房子啊 被装走之后 每一块 亲手打造的石板 都代表着 他们离梦想啊 又更近了 所以在说 家里的 被大水冲手啊 所以 既然有机会 能盖出那种漂亮的房子 所以 会很想 特别想保护它 敲下来的石板 还要用工具哦 沿着边 敲出整齐的形状 哦 这边有什么 刚刚完了 很快就是 小小孩子 你看很快就学会了 会啊 有个刚才我教他们 什么都 对啊 打一颗人的时候 他会慢慢用啊 学习盖石板屋的过程 每一步啊 都代表了传承 排湾族 祖先的智慧 现在 他们啊 可以自己搭盖石板屋了 嘿 小朋友 是不是很有趣 又很好听呢 这个啊 叫做非洲鼓舞 在爸爸风灾之后啊 在家福中心老师的帮忙之下 他为小朋友啊 成立了鼓队耶 他们超级喜欢练鼓的时间 因为风灾之后啊 大家分散住在各种不同的地方哦 只有在练鼓的时候 才可以聚集在一起 而且今年啊 清华大学哦 还特别邀请他们去表演 我们赶快去看看 他们的表现如何吧 家兰村 今天的傍晚很热闹 小朋友的非洲鼓队啊 明天哦 要出发到新竹表演哦 明天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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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这一次的演出啊 他们可是牺牲了 很多假日的时间哦 这是他们出发前 最后一次的练习 请不开 你住在哪里 新竹在哪里 去台北就好了 我到了 找到了 她是哲浩 就读嘉兰国小 今天晚上啊 她特别兴奋哦 急着找出啊 清华大学到底在哪里 在这里哦 进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 哎呀 我这个电脑上看过了 呃 清华在哪里呢 一个啊 从未去过的地方啊 小朋友满是期待与想象 买那个药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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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桿的那种 你帮我买 因为我们这里没有 哦 老师是这一趟远行的保姆 我发现这一群小朋友也会晕车 我会晕车 你看马上有人举手 那你们早上会到哪里集合 活动中心那个很大的地方就在那里啊 那里集合 你们几点要到 7点45 然后8点 8点出发 干嘛白色上衣 白色上衣要摇影要穿耶 没有 没有啊 你只能给人摆上衣服 我挂我屁事哦 这是我的 我的 是这个吗 对 白色衣服就好了 明天要穿什么呢 难得啊 出远门的小朋友 心里啊 都有一点紧张 和莫名的兴奋 你们在那里过夜哦 裤子 衣服先帮进去 一大早啊 浏览车还没到哦 已经有古兑的小朋友 在路上等了 大家都到齐了 终于要出发啰 你们还有练习 有 练习了好几个月 都为了这一课 表演啊即将开始 终于啊到了要上场时候了 在舞台的前方啊 已经挤满了观众 鼓声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复有生命力的节奏 深深地打动了 每一位观众的心 借由音乐和舞蹈 嘉兰村的孩子啊 逐渐走出巴巴风灾的阴影 古老的美丽传说 爱的力量和祝福 都在这些小朋友的身上 看到美好的见证 不管是前路的大洋茶 撑起的客服班教室 或者是啊一起学习搭鼓 嘉兰村的小朋友们啊 他们总是啊一路走来 互相扶持互相鼓励 就算是洪水啊 冲合了他们的家哦 爱的力量啊 还是啊永远在他们身边的 而且大家不觉得吗 就像是啊石板屋的魔法 或者是像啊琉璃珠的神话一样 祖先的智慧和祝福啊 真的也是永远在帮助他们的呢 好 今天故事啊 到这边结束咯 拜拜 这一弯弯微笑月光 安安静静呵护我回家 谢谢你的手望 让我把一切看清楚 就算寒风呼呼 也变成温暖旅途